日本女排被打回原形,现在他们还敢想讲牌吗? 施锦赛六强赛开打,在技足首场的较量中,塞尔维亚队以3比0横扫日本,将东道柱打回了原形,作为本进施锦赛的夺冠热门,塞尔维亚女排阵容强盛,小组赛就取得全胜,副赛也提前两轮出现,成为第一个进军六强的队伍。 但随后,他们在血藏博斯科雷奇的情况下,意外输给了东道主日本遭遇首败,很多人认为这是双方在打默契球,一方面,为了照顾施锦赛的球势,需要日本女排晋级,另一方面,帮助日本就可以挤掉巴西,这对塞尔维亚队争冠也有利。 虽然塞尔维亚主教练特尔继奇一再强调,波斯科维奇是真的腹部肌肉有伤,但球迷们显然不买账,赴赛后塞尔维亚全队进行聚餐,有球迷在其社交账户下留言。 这就是你们从来拿不到任何冠军的原因,但日本媒体似乎有些不知天高地厚,他们选择性无视塞尔维亚放水的事实,而是称日本女排凭借霸气打进了六强,13日的六队赛前联席会上,甚至有日本记者提问狼岛,对中日两队可能在四强甚至决赛相遇怎么看,狼岛只好顺水推舟的把日本队和中田九美赞扬了一番。 结果,昨晚的比赛,波斯科雷奇回归的塞尔维亚,没给日本任何机会,3比0将其横扫,尤其是米哈伊洛雷奇和波斯科雷奇两门大炮轮番开火,日本球员只能满场就球,塞尔维亚队,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实力,同时也尴尬地证明了自己几天前消极的比赛态度。 赛后,特尔维奇骄傲地表示,我们以为会打满五局,没想到3比0取胜了,我们已经接近半决赛,我们将在那里展示我们最好的水平。 日本主教练中田九美则说,我们的目标是赢得奖牌,可是面塞尔维亚这样的强队,我们错失了一些机会,这样就很难打了。 我们将专注于下一场比赛,下一场日本迎战九连胜的意大利,这事是仅在目前风投最近的对手,刚被米哈伊洛雷奇和波斯科维奇轰炸的日本防线,又要迎来埃格努和希拉的暴击,现在,他们还敢想奖牌吗?